当初是在金马创投公布这个消息 之后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拍这个东西 有一天跟摄影师Jake在一个咖啡厅 找他聊一下故事 说怎么办呢 这五分钟要拍什么 我们的预算又不够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能够简单又怎么样 就聊聊就 就聊到拍一百岁老人的故事 拍一个一百岁的老人很有趣 因为我真的很佩服能够活到一百岁的人 然后就想到刚好十加十年一百 又刚好又是建国一百年 就觉得说一百岁的老人其实是实实在在就是 活过整个民国一百年 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可是说实在那时候真的也没有想到 有什么故事 所以我们先去找了一百岁的老人 然后刚开始以为在台北市顶多一两个吧 然后我的Casting找完 大概有他见了三十个人 然后他筛选几个人选出来 然后我们要去访问 预访 预访之后才找故事出来 比如说这个伯伯郑先生就是来这边才发现说 他有天气好的时候 他会来拿信 我们其实就只想拍百岁老人的一个生活的片段 对啊就觉得还蛮厉害的 就是能够走那么远的路 然后拿几封信又走回去 因为我说这个东西虽然很简单 可是 对很多人来说很简单的 就是你去拿信 可是 他是一个一百岁老人 而且是这种山路 所以我就觉得整件事蛮有趣的 就看那个过程 我真的觉得访问这些一百岁的老人 其实还蛮 就是蛮感动的 是因为他们年纪 年纪那么大 你问他一些想法 最让他骄傲或者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讲的都非常简单 刚刚问了郑先生他说 他只要能够走路可以吃饭就好 那我觉得我们 现在像我们这样 这个年龄的人都要求很多 很多需求 很多很大的野心 要求很多 可是看到他们这样 还蛮感动 他们就生活的那么简单 他有什么样 want 有什么样 他们就觉得 这是